在这个世界修行 这是佛说的 娑婆世界修行一天 等于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世界 障碍多 大起大落 会修的人 骑身的好快 不会修的人 堕落的很惨 大起大落 西方基督师 只有骑没有落 他现在很缓慢 这个世界 只要你经得起折磨 你起得就快 所以种种折磨 种种灾难 好不是坏处 善的境界 我的境界 都是叫你大起大落 无欲流程 在那里诱惑你 西方基督师 没人诱惑 所以你提升 你很慢 真的有人诱惑 诱惑的时候 你不接受诱惑 火一下就起来了 所以顺境里头 成就什么 成就断贪吃 逆经里头 断成会 与吃 贪嗔痴 三毒烦恼 在这个世界 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 对修行人来讲 好事 你到哪里去找这个环境 你在过去 你做好事 对人赞叹你 现在做好事 骂你 骂你 不生气 好事还照干 你这个 这个境界提升多少 所以 找麻烦的人 骂你的人 侮辱的人 回报的人 现在还在这 都要敢跟 他们都来考你的 看你功夫怎么样 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真功夫 怎么能忍受呢 佛在经上 把四十真相说出来了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淫 你计较的干什么 假的 不是真的吗 人家忌妒 障碍 毁谤 陷害 目的在哪里 还不都是明文立扬吗 你把明文立扬 写得干干净净 不就没事了吗 能障碍你的 其实是明立 明立丢掉的时候 他就没有法子障碍你 那是他自己障碍他自己了 这个道理 一定要把它参透 你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 长生欢喜行啊 你不会被境界转了 冷言经上说的好 若能转近 则同如来 你不被境界转 你就能转境界 能转境界是谁呢 祝福如来 法神菩萨 我们虽然没真的法神 已经有法神的味道在了 有那么一点样子在了 换句话是 要经得起考验 经得起折磨 忍辱有心忍 能够经得起 格力王的折磨 提前成佛了 你是格力王是好人 是坏人 他帮助释迦牟尼佛 提前成道了 我们一般人是格力王坏人的 释迦牟尼佛说的是好人 我们说他 各界 人如先人是坏事 释迦牟尼佛说的是好事 看 人人是好人 是是是好事 他成佛了 不恩了 他称佛 第一个度的就度这个人 我们在今天上看到的 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 在陆叶远说法 第一个证阿罗汉果的 乔诚如尊者 乔诚如前世 就是格力王 那释迦牟尼佛前世 人如先人 不恩 所以你要真正参透了 这个事情 没有绝对的是非 没有绝对的善悟 没有绝对的罪负 中国古人也懂得这个道理 所谓祸福相依 祸中有祸 祸中有福 你看祸福两个字 在中国文字上 很像像 那到底是福是祸 完全在你自己 你自己用清净心 祸变成福 你自己用 妄想分别职者 祸就变成祸 会变的 中国文字的妙 就灭在这个地方 这两个字 时时刻刻在提醒你 祸福无门 为人自找 是福是祸 有你自己 你用什么心态 就对它 用善心 全是福 祸就没有 用悟念 全是祸 福没有 这不就是 向谁心传吗 那 静谁心传 向有心神 把这个道理讲透了 我们想 原理在祸 那里就 原理烦恼 洗起 原理贪嗔 吃满意 原理 其情无欲 祸就转变成福了 这个就是 大灾难里面 你不会感受到灾难 为什么呢 你把境界转过来了 你要不能转 还是用 还是用贪嗔痴吃慢的这种心态 来带人出事 福 也变成贪嗔痴吃慢 过去身中修的福 因为现在享福 享福你的心态 是贪嗔痴吃慢 你在享福里面就造很多罪业 福享尽了 罪一报就先前了 福变成祸了 就是这么个道理 这是非常 其何逻辑 思维 没有 没有错误啊 我们不能不懂啊 古人讲的话 吃亏是负 难得糊涂 那个糊涂 最聪明的人 糊涂 正是聪明 聪明在极处 用糊涂 来掩盖自己 深藏不露啊 缘理在祸 孤身献献 祝福菩萨 在实现的时候 都做出了最好的榜样 给我们看 这是慈悲到结束 震慑 智慧 震慑 利益 打过车 智慧 震慶 智慧 智慧 御 Vermont